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奇一家也是突然惊醒 而陨石散发着一股难闻的烧焦的味道 他们也不敢轻易靠近 第二天一早 凯奇就打电话报了警 而博士哥听闻后也赶来凑热闹 不一会儿镇长和警察也随之而来 经过一晚的冷却 陨石也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但仍然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博士哥确认这就是一颗普通的陨石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过他也发现这里的地下水出现了问题 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 于是他采集了一些样本回去化验 接着女镇长告诉凯奇 这一大片土地即将被建立的水坝形成的湖泊所淹没 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 决定暂时不动陨石 凯奇带着媒体过来一探究竟 而当天的晚上电闪雷鸣 陨石再次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博士哥的营地也发生了怪事 营地的四周出现了一种四有四无的颜色 紧接着旁边的汽车也自己启动了 这可把博士哥给吓坏了 转过天凯奇夫妇发现 陨石凭空消失了 是谁干的 难道是眼红他们有这稀罕物故意给偷走的 但紧接着他们就发现 怪事可不止这一件 周围的野生动物变得骚动不安 各种昆虫 两栖动物竟然开始跨物种融合 这种诡异的氛围开始往凯奇家里弥漫 发解也开始变得精神恍惚 做饭切掉了手指也都浑然不绝 幸好是凯奇及时发现 将老婆送往医院 而大人们离开后 回忆的事情还在不断的发生 镇台是一整天对着家里的水井发呆 还与看不见的朋友对话 还看着一只类似螳螂的紫色生物 从井底孵化出来 并飞向了远方 而另一边的小美在刷碗的时候 还是11点20分 然而一股耀眼的光芒照进来之后 时间立马就跳到了下午4点45分 时间居然凭空的消失了 小美想打电话给父亲 但手机里却发出了吱吱的电流声 根本就听不清在说什么 而另一边 博士哥来到小镇家 挨家挨户的通知所有人 不要饮用井水 说水已经被污染了 但大家却不相信他 只有疯疯癫癫的老王头相信他 老王头让博士哥听他录制的声音 说自己听到地下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感觉像是外星人 然而博士哥听完后 认为这有可能是地热活动 或者是磁场激变的声音 应付了几句就离开了 当天的晚上 镇台寒在盯着井口发呆 突然水井里发出了耀眼的紫色光芒 接着一个面容恐怖的怪物爬了上来 狗狗感觉到了异样 他对着水井里的怪物 呲牙咧嘴的冲了上去 结果只听到了一声惨叫 狗就被怪物给吃了 另一边的小帅在农场干活时 突然遭遇了鬼打墙 直到天黑都没有走出来 时间在无声无息中快速消失 两个弟弟也都消失了 这可急坏了小美 他自下找了好久 弟弟们又都突然出现 只是他们也变得像母亲一样 目光呆滞 这时凯奇和花姐做完手术赶回了家 当凯奇看到受到惊吓的震态时 突然变得暴躁和愤怒 小美想要告诉他们家里出现的奇怪事情 可凯奇根本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晚上凯奇洗澡时 还被一种类似果冻 或者说是水母的不明生物攻击 手臂上开始出现可怕的红疹 她因此变得歇斯底里的狂躁不安 经常把毫无缘由的怒气 撒在别人的身上 对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 心情烦躁的凯奇打算喝酒解闷 却发现手臂上齐痒难忍 仔细一看 自己好像是得了皮肤病 手臂变得像老树皮一样 并且凯奇也是变得傻傻的 只会对着电视机发呆 一直做到了天黑 而小美似乎也感受到了家中 有了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她动用巫术 以鲜血为献剂 然后用刀子在身上刻满了各种图案 试图用自残的方式 来保佑家人们的平安 而另一边 小帅和正太听到骨仓里 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查看 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毛骨悚然 原来这里养殖的所有羊婆 都粘连在了一起 变成了怪物 周围还被紫色的光芒所笼罩 两人吓得转身就拼命的往外跑 而途中正太突然摔倒 正好遇到了前来查看情况的妈妈 而母子俩同时被紫色的光速击中 刹那间母子俩就融为了一体 变成了一个恐怖而诡异的连体怪物 身上还不时的闪着陨石般的采光 而对着电视机发呆的凯奇 被母子俩痛苦的尖叫声惊醒 眼前的画面把凯奇和小帅都惊呆了 赶忙就把花杰和正太抬回了房间 小帅想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信号被干扰 根本就打不通 此刻的凯奇是感到无比的绝望 他不想看到妻子和儿子继续痛苦下去 打算给母子俩一个痛快 可是自己又下不去手 在最后吻别的时候 也被怪物的入侵丧失了理智 羊驼的叫声让凯奇是更加的心烦意乱 他拿起了枪冲进了骨仓 看到了粘连在一起的羊驼之后 彻底的崩溃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 唯有开枪 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憋屈和恐惧 爸爸疯了 小美小帅想开车去报警 车却打不着了 想骑马去 但马却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番 挣脱了小美手中的缰绳就逃跑了 最后的交通工具也没有了 这时他们打算徒步前往 却听到井里传来了狗的叫声 而小帅不听小美的劝阻 非要下去救狗狗 可刚吓到一半 就被怪物拖进了井里 小美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小帅被怪物吞噬 却无能为力 只能发出无助的尖叫声 凯奇听到小美的尖叫声后 再度变得暴躁 把他关进了阁楼 不久博士哥带着警察 一起前来查看情况 听到楼上传来了小美的尖叫声 两人是赶忙跑上去救人 结果就看到了凯奇一家 诡异而恐怖的场景 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 他们顿时就愣住了 而变成怪物的花姐母子 向着他俩扑了过来 凯奇这时好像又恢复了理智 他不忍心看妻子和小儿子这么痛苦 于是开枪将他们给打死了 就在一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怪物再次出现 凯奇端起枪准备射击 而警察误以为凯奇是向博士哥他们开枪 于是抢先一步射杀了凯奇 面对一家人的惨死 小美是崩溃了 她拒绝离开 这时隔壁老王头的房间又传来了怪音 博士哥赶紧跑过去 发现老王头的全身已经被紫光笼罩 而收音机里播放的内容 说出了这一切的真相 原来这个外星莱克并不是陨石 而是外星高等种族 克苏鲁星之彩的培牙 这东西只要遇到回沫的土壤或淡水 就能孵化出像水母一样的幼虫 而更可怕的是 星之彩在孵化的过程中 能吸干至少方圆五英亩范围内 所有动植物的生命力 而它吸够了足够的能量后 就会离开地球 前往太空并最终成熟 随后在逃跑的路上 警察被怪物吞噬 惊慌失措的博士哥 只好又折回了凯奇的家来找小美 然而小美也逐渐的被怪物侵袭变异 此刻的小美和整个空间 发出了难以形容的光芒 克苏鲁大神降临人间 接着发生了大爆炸 一切的一切都化成了飞灰 而博士哥趁机夺进了地下室 幸免于难 故事到此结束 宇宙中神秘的存在 克苏鲁神话中所谓的神 并非是神灵 大多是来自于宇宙的外星生命 却又无法用已知的科学进行描述 诡异冷峻神秘莫测 而电影最后的结局 用一种震撼的方式 很好的展现了原著中的这种感觉 是一部诚意满满的克总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